穿着小衬衫,她穿这个小衬衫合适 所以意思是说在这之前,那个女的洗衣服就是这个衬衫逐渐逐渐搜水 可能是这样子,但是先不需要说出来 先不需要,就是做这个 每个人先描述自己的图片,然后大家一起想这个故事可能是什么样子的 我的图片上是妈妈和儿子 妈妈在说话,儿子听妈妈说话 旁边还有一个小女孩 可能是这位妈妈的女儿 所以现在我们有一个逻辑了吗 男孩还穿着衬衫 她穿不穿,她穿那个袖子已经太短了 这里我们有买衣服,有洗衣服,有人穿衣服 所以这个故事大概,你觉得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其实刚才一老师她已经说出来这个样子 那么我们这样做这个游戏的目的 就是每个人有一个不同的图片 然后一个人,就是一个人说的时候大家都要认真地听他讲的这个图片 跟自己的图片有什么联系 然后我们现在,现在我们每个人的信息都有了 现在然后再讨论一下,这个故事可能是什么样的故事 把这个故事串起来,大家一起讨论 这个第一是什么,第二是什么这样子连接起来 那这个故事,然后现在可以选择一个人说一说 你觉得这个故事怎么是什么样子的 最后可以把图片放在一起 好,那最后我们假设我们这样 我们也可以直接拿着,大家来放在一起 或者我们直接这样子来看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因为这个故事很长,它有十二张图 所以这个也是要看你班级的大小,对吧 如果我们是短的,比较小的组,六人一组 这个可能做比较简单一点 因为这个故事比较长,它有十二张图 要看你班级的大小,看情况来计划 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样的一个故事 看得清楚吗 妈妈头了 妈妈头了,不是 这里他买衣服大 后来洗了以后衣服缩水了,衣服变小了 给儿子穿还大 然后洗了以后再穿又变小了 给女儿穿大,又洗 洗了以后变得非常非常小 只能给环继熊穿 最后他可能很生气 然后打开了 所以最后这个故事是这样子的 当然这有十二幅图比较难 就是要怎么样联合起来这个故事 就是听别人的 然后把这个故事连进在一起 让每个人来表达,来说你看到的东西 所以这里也是对我们老师的一个要求 就是这样的活动适合什么样水平的学生 我们还可以怎么做 还有我们如果选择图片 选择什么样的图片 你可以试一试在你的班里这样做 我觉得最好选简单一些图片 因为如果学生们说不出来 因为他们的那个汉语水平较低 所以他们会说的词很少 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就对他们很无聊 所以需要选对他们合适的一个图片 对,合适这个是我们肯定的一个标准 同时也可以用词典 也可以允许他们用词典来说 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 怎么玩这个游戏 怎么做这个活动 如果把一个故事 就给两个人不会全班 我觉得如果很多人有很多图片有点乱 有点乱 对,每一个人一张图片有点乱 对,如果就比如我们两个人做在这 你给我三个图片 给他三个图片 然后我们要互相帮助 互相帮助 对啊 然后说这个故事 这样比较合适 那样我很难听见了所有 但是然后有点想一想特别难 我都忘了 对,我们刚才的这个例子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 这个故事比较长 有十二张图片比较麻烦 如果是六张我觉得应该还可以 应该还可以 就是在一个五六个人的班美人一张图 这个应该还是 还是比较清楚的一个路 就我们刚才那个是太长了 嗯 好的,那 比如,当选择故事 我觉得也是可以选择一些比较有意思的 比较有意思的故事 但是在哪里可以找到 在哪里可以找到 是啊,上网 上网,在网上 上网,我也找不到 我们主要在百度的一个什么 幽默故事 幽默故事 去哪里找这些图片 是啊,我知道 像这些故事啊这些图片 平常看到了以后 保存下来 如果你有这个心 第二个情况就是 像这个 这个,这一系列的 这是一本书叫做《父与子》 是一套比较有名的 比较有名的这样的漫画书 讲的就是爸爸和儿子的故事 里面都是这样子的 就是比较有意思的 大概每一个小故事 都有四张或者六张 这样的小图片 就是一个一系列的小故事 就是这个《父与子》 是英国还是一个法国人画的 它是一系列的画 都是这样的很短的小故事 可是我觉得在上网 你真的有 在网上 不是在上网 上网是动词 上网 在网上 但是 如果你不只有一个 你有几个 都要准备 你找这个 普遍还要花 一个小时都要 这个是平常积累的 平常积累的 我知道 现在有很多老师的软件 对 有很多老师 就是帮助老师 可以这样 你可以找 比较 怎么说呢 有名的 这样的一些 故事 漫画 对啊 这个就是很有名的 这个就是叫有名的 刚才这个 这个也是叫有名 Bistrof 谁都知道 年轻一代不知道 是吗 Bistrof 当然知道 你们不知道这个吗 哇塞 但是我知道 你们不知道 我查过四人 这算是 以前是 丹麦最有名的 一个 就是画家之一 所以因为这些 他有很多很多 所以就是 你搜 搜索 他的 Bistrof 就是一大堆的 一大堆的 我需要找到 他的故事 这一系列的故事 对啊 找有名的漫画 一系列 一系列 全都有 所以这几系列 然后呢 还有一个 比如给小孩 这样的漫画故事 叫Kelvin and Hobbes 这也是谁都知道 是这样的故事 就非常 他也特别生动 这两个 就是不知道 是吧 你们知道吗 Kelvin and Hobbes 知道吗 我不知道 我知道 但是我忘了 谢谢 不客气 其实那个 Kelvin and Hobbes 也是特别幽默的 是吧 他的有时候 那些 比如他怎么 那个就是 他为什么是小孩的故事 就是上学 那个小孩 已经是开始上学 然后呢 他怎么上学 他早晨 怎么就是起床 有很多 很多这样的故事 特别特别生动 所以 那些有时候 就是还叫愚蠢 但是没关系 所以这样的比较多 所以就是你不要 你搜索这个人 然后呢 可以 一大堆的东西 都可以出来 是 对 对 重要的就是找到那个 很重要的信息 就好 但是我觉得 自己也可以做 就是找到 自己做 比如有 一个图片 有小毛 然后有小卡 然后给他 你讲的有一个故事 对 这个也是 也是像刚才那个情况 就是我们第一个游戏里面 对吧 给他一个词 或者给他一张图片 然后讲一个故事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样的活动 就是 做一个变形 对吧 变 想一想 然后适合自己的班 适合自己的学生 适合这个水平的做法 而这样的故事的时候 可能是需要提供一些什么 关键词 嗯 是吧 这样 关键词 关键词 对 比如这里面的关键词 就是衣服 缩水 如果不知道这个关键词 就只能说 衣服变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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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服变得很小 衣服变成了小衣服 可能 其实也可以 这样衣服变小了 可以 但是给他们提供这样的缩水 这样的一个关键词 对 提供关键词 老师提供一定的帮助 包括我们前面讲的 两三个都是 老师 在什么时候提供帮助 提供什么样的帮助 嗯 好的 那这是我们分享的 分享的这个 教学的 教学的 教学的几个活动 下面我们开始这个 监狱 监狱的 介绍 来这里面有个图片 叫做 你妈喊你回家吃饭 这里 对 其实这是一个 最近 最近 几年吧 两三年 或者三四年 在中国一个比较 比较流行的 比较有名的一个 网络的一个用法 就好像slogan一样 你妈喊你回家吃饭 咯 我们 只看它的语法学方面 语法方面的意思 为什么 它是一个监语句 你妈喊你 你 我们来看 这里 什么是监语句 我们就拿这个 来介绍 什么是监语句 俄语 漢语里的 这样的一类句子 它跟俄语有什么不一样 那 在 漢语里面这样 你妈喊你回家吃饭 其实它是这样的 是你妈喊你 这个你 是那个object 是那个逼语 但是 回家吃饭 是谁回家吃饭 是你 你 这个时候 你回家吃饭 但是 汉语 我们把它放在一起 把它变成一个 你妈喊你 你回家吃饭 但是 汉语里面 没有那样子的 那样子的结构 直接把它们 放在一起 你妈喊你回家吃饭 我这样的句子 是监语句 所以 监语句 它的一个特点 就是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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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其实是两 它有两个动词 喊 还有这个回家呢 最主要 比如回家 是这里的动词 这两个动词 其实它们 不是一个 subject 做的 对吧 它是 你妈喊你 然后 你是后面那个动词的 subject 主语 这样子 所以 这是 监语句的 一个 例子 一个 非常清晰的 例子 好的 所以 比如我们 如果这句话 你把它翻译成俄语 会是什么样子 所以 我们要想一想 这样的一类句子 在俄语里面 有没有对应的 还是说 语法上面是完全不一样的 它的结构相似吗 差不多 差不多 是吗 所以没有什么不同 对于学生来说 对于学生来说 法很方便 就不太难了 是吧 好 下面我们要深入来谈 就是这样的一类句子 那 这里是一个经典的例子 然后我们要再来看 就是它的类型 其实它有各种类型 那我们 所以 遇到不同类型的 嗯 句子 还有包括 因为动词的不一样 其实你的翻译 就不太一样了 嗯 它 像 对应的俄语的句子 或者翻译 就会发生变化 比如我们来看 那这里 这里 嗯 这里 既是冰语 这个 又是后面 这个动作的主语 好我们来看 我讨厌 它总是迟到 嗯 我想请你 来我家吃饭 妈妈让我 去商店 买牛奶 那这里 我们主要是介绍 它的 它的一个结构 同时 嗯 提醒大家 注意的是 这样的一个句子 你怎么读 在哪里 有一个停顿 是我讨厌 它总是迟到 就是 我讨厌 我想请 你来我家吃饭 妈妈让我 去商店 买东西 就是 在这个句子 你读的时候 在哪里有一个 短短的停顿 总是迟到 就是总是迟到 讲到 嗯 我讨厌 我讨厌 就是false 我讨厌 我讨厌 总是迟到 嗯